用咖啡渣彙出可愛作品 述說著想去不一樣的地方 眼前這位美麗自信的女生 就是作者 鄭林 仔細離向民眾介紹她的創作和故事 雖然從小罹患疾隨性肌肉萎縮症 但鄭林不像命運低頭 用一支畫筆活出精彩人生 國立台灣圖書館舉辦 愛無限 月實線旅行系列講座 邀請讀者朋友們一同享受不一樣的旅行體悟 藉由繪本插畫家鄭林 分享自己如何做著輪椅到國外旅行 打破原本被侷限的生活框架 以勇敢的生命經驗 感動在場的所有人 我曾經也到過日本 印度 菲律賓這些國家 透過看到這些國家 看到不同的東西 讓我重新再回頭再想我的創作的部分 它也給我一些的靈感 透過畫作呢 創作的部分呢 我就會比較希望是傳達的 是說 其實可能也是因為 由於我自身的生命的一些經驗 然後我希望是說這個社會呢 可以多一些些關懷 然後少一點點的對立 那從它的畫作裡面 我自己感覺是它很容易 很容易就懂 就是不管你是老少嫌疑吧 你看它的話你就可以很開心 然後會覺得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它還可以帶著輪椅就去旅行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 有興趣的生長讀者 可以上台灣圖書館 市場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線上介入電子書 聽賞鄭林老師的作品 在11月19號下午2點 也會邀請用聲音 帶著大家環島的旅行家李百文講師 歡迎大家前往一流簡報室 感受正向力量 水天空新聞 綜合報導